5月份是报税的季节要特别提醒大家 除了是要申报所得税 也别忘了还有房屋税要缴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缴款的方式多元又方便 使用线上查税缴税还可以参加抽奖 也特别提醒民众要在5月31号前完成缴税的动作 以免被加征支纳金 112年房屋税5月份开征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缴款收在4月下旬都寄出了 请纳税义务人要特别留意 税务局表示房屋税缴款方式多元又方便 还可以参加抽奖 请屋主要如期缴纳 房屋税有多种的缴纳方式 除了可以到金融机构或是使用信用卡 转账的方式来缴纳以外 税额在3万块钱以下的 可以就进到四大超商的部分来缴纳 另外我们鼓励民众可以多用网路 扫走马路 落实节能减碳的政策 只要是使用手机缴税的APP 来扫描我们缴款书上面的QR Code 或者是用自然人凭证 登陆我们线上查缴税的网站 来缴纳房屋税的话 将可以参加摸彩 我们将各抽出15位的民众 可以获得1000元的礼券 税务局表示 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或者是遗失 可以向税务局及各乡镇市公所财政客 或者是税务局网站线上申请补发 112年的房屋税开始征收了 那我们的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 那缴款书已经在4月20号全面计发了 那民众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 可以到税务局 税务局预理分局 或是各乡镇市公所 或透过税务局官方的网站 线上申办来补发缴款书 那因为房屋税的计算涉及到 构造面积使用情形等等的因素 所以民众如果对税额的部分有意义的话 可以洽询我们税务局以及税务局的预理分局 提醒民众5月31号前要完成缴税 以免与其备加征至纳金 借了会换士报导